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星際大戰外傳》 韓索羅 Solo Ron Howard 指導 Adam Erywright Amelia Clark 主演 這是一部《星際大戰》的外傳 講述人氣角色韓索羅的故事 在《星戰》這棵搖錢樹的屁印之下 這部外傳電影 從推出選角到上映之前的口碑 都寫得非常不順 也經歷了換導演重拍八成以上的過程 甚至到前幾天我還看到 有人說是最爛的《星戰》電影 到底如何呢? 先從導演說起好了 郎厚華是一個不錯的金獎導演 雖然達文西密碼真的被他拍得蠻無聊的 但他也拍過《美麗境界》 《請問總統先生》這些非常好看的電影 而近年他最精彩的一部電影 這應該是 Chris Hemsworth 和Daniel Brewer主演的《決戰終點線》 敘述真人珍視的一集方程是《賽車傳奇》 《決戰終點線》絕對是我當年會推薦給大家 然後非常喜歡的一部賽車電影 這部韓索羅我覺得他有成功拍出 一部精彩緊湊的《星戰版玩命關頭》 雖然沒有什麼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但是這個導演感覺救火救得還蠻好的 他是一部不難看的商業片 他講的故事跟《星戰》其他的電影 不管是正傳或者是外傳 格局上面是差蠻多的 我沒有自稱《星戰專家》 我就只是一個很愛看《星戰》電影的觀眾 其實如果在這部影片當中有講錯什麼話 還請大家手下留情 韓索羅這個由獨一無二的 哈里遜福特所飾演的這個角色 一直都是《星戰》電影中很特別的存在 他不是絕對的善也不是絕對的惡 他代表著美國的牛仔精神在這個系列當中 這部以他為主角的電影 整滿足了很多我們對這個角色的好奇心 比如說他是怎麼得到千年音號的 他跟丘巴卡是怎麼認識的 他出生的地方在哪裡 那個黃金骰子代表著什麼呢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在這部電影中獲得解答 沒錯這是一部在講這個主角 他怎麼成為我們所認識的那個韓索羅的電影 我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在這個主題上面還表現得蠻好的 我喜歡導演建立角色成長的手法 尤其最後的結局很唏噓 不是用大悲大喜的方式 而是冷冰冰的把現實擺在你的面前 很殘酷的教你懂事 主角只能默默承受他內心的那個痛苦還有悲傷 這樣的角色對我來說 才是星戰中比較屬於男人形象的韓索羅 在電影中主角原來只有女子而沒有家族姓氏 意外又有點刻意的誕生了索羅這個姓氏 同時也點名了這個外傳最重要的核心 這個索羅Solo代表著沒有家人沒有家庭 獨善其身的角色形象 這也是這部電影提出最大的問題 人真的能夠無依無靠無拘無數的生活下去嗎? 要選擇自由的活著或者是選擇成為體制中的得力者 電影利用著一開始就被分開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說明這兩種選擇各有各的道理以及他的前因後果 男主角沒有後部之憂 可以大膽的選擇自由 無拘無數的在這個浩瀚無影的宇宙中 女主角則是相反 在他的世界中 這個宇宙是被一層一層的牢籠所建置著 你逃離一個監獄只是會進入另外一個更大的監獄 每個老闆的上面都還有老闆 他永遠無法選擇自由或者是他根本不想要自由 於是他做了不一樣的選擇 不過在這部電影中其他的女性角色幾乎都是女主角的散面 要求解放或者是反抗 這點算是韓索羅裡面比較意外有趣的部分 用整體來看好像是可以看到一個女性觀點的故事 而不是一個男性成長的冒險故事 許多的人物都在思索著怎麼對抗這個充滿霸權的世界 而這股力量正在慢慢沈行著 但看主角的身上就是一個很單純善良的遊俠 沒有刻畫太多的成長曲線在他身上 只是會看到他年輕氣盛然後不斷的在失敗中學習 主演Aaron Wright就是還可以 有努力的詮釋出韓索羅的神韻來 但他好像還是少了一點油膩感 然後韓索羅的那種屁孩味 氣勢上就少了一截 我相信有比他更好的人選 但我不討厭他 很多人討厭我們卡利西所飾演的女主角Pilar 但我沒有 我還滿喜歡他賦予這個角色的神秘感 以及不可信任 但同時又富有著很開朗的笑容 Smile Donald Glover飾演的Lando 不折不扣的是這部電影中 非常搶眼的一個亮點 你想不到這部電影的情緒低點 竟然會出現在這一個 享樂主義者的身上 他也帶出來那個我們很想要看到的 他跟主角之間 以及千年英號的背景故事 千年英號表示他才是第一女主角 Woodie Harrison、Paul Bettini 都非常的成功飾演的 他們應該要有的功能性角色 以下是星戰民時間 最後那個男人那個角色他真的回來了 只是他說話了 如果能夠繼續不讓他說任何一句話的話 我會更喜歡 其實我滿喜歡這部電影的動作場面 尤其是火車的那一段戲 非常有玩命關頭的感覺 然後那個結局的安排我也滿喜歡的 但是這部電影還是有差強人意的地方 比如說音樂上面不夠有氣氛 造成一種溫吞的故事感 有些劇情的串接也不是很順暢 好像這個劇情還沒完成就跑到下一段去 主角的行動則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撐點 還不如玩命在劫的主角 而整體而言沒有什麼驚奇感 少了更強大的場面 尤其是反派的勢力怎麼給我一種烘烘的感覺 這是一部還不錯的商業片 但是掛上星戰的系列作品 則一定會有人非常的失望 而一定也會有人很喜歡 我個人是看完之後還滿開心的 可能本來我就對韓索羅沒有那麼的有興趣吧 特別推薦這部電影給支持人類和機器人 合法結婚的人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掰掰